这里是中国新闻简报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 财政部数据显示 今年1至10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8.1% 国家能源局消息 今年1至10月 全社会用电量累计76059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5.8% 商务部数据显示 今年1至10月 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同比增长17.3% 自然资源部消息 全国地下水质量总体稳定 华北平原地下水储存量增加28.62亿立方米 日前 北斗系统正式加入国际民航组织标准 成为全球民航通用的卫星导航系统 以上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